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香菇牛腺的水饺 鲜顶多吃,一口一个真太香了 先把香菇用微水泡发 再准备一个花椒大料水,用微水浸泡10分钟 清洗干净的牛肉切成小块,放入嚼油机里搅碎 倒入大碗里 加入生抽,少一点的老实上色 适量的丝盐,五香粉,鸡精 用筷子搅拌均匀 浸泡好的花椒大料水,分多次的打入肉馅里 每打入一次都要搅匀搅透,让肉馅充分地吸收 最后搅成粘稠上劲 接下来把泡的香菇水开倒入锅里煮一分钟 一分钟左右捞出来,放到菜板上 切成小块再多碎 现在调好的肉馅里放入葱姜末,将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放入香菇水,用筷子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蘸上牛馅就调好了,五菱丝做水饺还是包包子,都特别的好吃 再来和一下面,300克面粉加3个食盐1个蛋清 150毫升的温水,少量多次的加入,搅成面絮状 揉成光滑的面团,盖上保鲜膜醒面半仕 切成大小相当的小面剂,上面撒上干面粉防止粘连 把面剂拌均匀,盖上保鲜膜,以免表皮疯干 用擀面杖擀成面皮 包入调好的馅料 两手的糊口向中间一抖 饺子的形状就出来了 这是最简单最大重拿大度包法 饺子全部包好后水开倒入锅里 盖上锅盖再次水开打入凉水 像这样中间围着锅边打入三次凉水 饺子全部浮起来就熟了 出锅真的太香了 这样调的些特别的鲜美 营养丰富 不光做水饺 做成蒸饺 小笼包 都一样鲜定多汁超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